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来到赵绍康 现在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28点 还算是和缓 没有太大的变动 昨天台股其实蛮抗跌的 昨天后来只跌23点 其实跌的很少 昨天美股道琼又跌151点 跌0.5个百分点 S&P500跌0.38个百分点 NASDAQ小涨0.18个百分点 分身上涨0.63个百分点 所以对美股来讲 已经礼拜五礼拜一连续两天大跌 跌了将近10% 然后美国这样股市真凶 昨天算是小跌了 欧股英国小跌0.25个百分点 法国德国都跌的不轻 法国跌1.2个百分点 德国跌0.91个百分点 今天6月15号 两天我们看天气 风面在北部海面激 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 那温度 北北级稍微低一点 25到29度 昨天都到了30几度了 今天最多就是29度 不过降雨几率很高 90% 陶珠苗25到30度 降雨距离80 中张头25到31度 降雨距离60到70 云嘉南25到32度 降雨距离30到50 高屏25到33度 降雨距离20到30 宜蘭25到28度 降雨距离90% 跟北北级一样 花莲26到29度 降雨距离70% 还是很高 台东20到30度 降雨距离20就很低了 外岛21到26度 降雨距离30到80 所以我们看台东 还有呢 这个云嘉南高屏 降雨距离都还好 不算都在一半以下了 但是呢 其他地方都在一半以上 特别北北基跟宜蘭 降雨距离90% 陶珠苗跟花莲 降雨距离8070% 还是很高 中张头60到70% 也不低 温度南部还是高 32度最高 但北部呢 最高只有29度了 说这是梅雨的 最后一波来袭 今天15号 持续受到封面影响 各地降雨几率在提升 尤其是清晨到上午 感受最明显 风场偏西南风 说一直到风场 改为偏南风 整体天气才会回稳 什么时候呢 礼拜五开始 现在礼拜三嘛 后天开始 西上中央吴德荣 他说今天滞留风 略过台湾北部 所以呢 民众出外要记得带雨剧 要带雨剧 可能会下雨 那吴德荣预测说 这两天的滞留风 应该是今年梅雨季的 最后一波 再来就是 真的夏天要开始了 好 那么 币值 日币 说一直跌破 一直跌一直的 跌破了1998年的低点 说可能会让日本央行 出手干预 太低了不行 太高也不行 去年很多人就说 去买日币 买日币 日币便宜 赶快买赶快买 买起来 很多专家也这样呼吁 就很多人就傻傻去买 我看金融这种东西 币值也好 股市也好 你看它跌了很多 它可能还会再跌 很多人说 我逢低买 逢低买 那什么叫做低呢 那你怎么知道 现在就低呢 哦 它原来100块 现在跌到50块不低吗 50块可能跌到25块 25块可能跌到10块 你还是要看它的基本面 不是说 哦 它原来很高 它原来很高 为什么会低 因为它的道理 大环境小环境都有 日元去年跌 我知道不少人就去买 所谓将来日本开放观光 我们要日本好花日元 就今年又跌 跌到现在呢 从1998年以来最低点 又差不多等于是 20几年最低点了 24年来最低点 那今天跌到 1美元可以换135.51日元 1998年底呢 是135.19日元 分析师说 恐怕会下探140 日元对美国人 昨天下跌0.8% 算跌很多 今天上午再跌0.03% 突破了1988年的 低点135.19 分析师说 极端走势只会继续 可能会朝140关卡迈进 那美国联总会跟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呢 造成利差扩大 所以呢日元对美元会价 跌到24年来的最低 但是呢日本央行呢 如果出现丝毫态度转向 会价就可能急速逆转 所以很多人讲 你不要去跟政府做对 不要去跟 特别是中央银行做对 你跟中央银行做对呢 都会倒霉的 因为它资源很多嘛 对不对 它外汇存抵也很多 那美国公债大幅抛售 加剧跟日本的利差 两者利差是2007年以来最大 所以投资人把现金转移到美国 如果联准会呢 一如外界预期升息三嘛 就会再加强一步推动美元走强 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利息要调嘛 别的国家利息没升这么多 那他升利息 我讲过很多遍 这基本的尝试了 钱就会往美国跑 你说钱这么敏感 我怎么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你不敏感嘛 钱很敏感 钱比你敏感 所以不是有句话吗 人有两条腿 钱有四条腿 钱都到那个会赚钱的地方 钱都到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钱就是有这样的特质 那你说我没有啊 但那是你没有嘛 对不对 那个机构投资人啊 银行啊 央行啊 他们大笔的钱在手上 他有很多专家每天在看盘 在操作的 利率多一点 钱就往那边跑了 因为利率多一点 固然利率提高不多了 什么一码两码三码 他钱多就差很远了 对不对 钱多就差很远了 所以呢 这个只要美国现在利率一直提高 那日本利率又不高 有钱人的钱就往美国跑 往美国跑 那就要卖日币换美金嘛 那日币就扁嘛 其实就这么简单嘛 台币最近扁 道理大概也差不多了 当然了 从另外一角度看 日币 日币已经升很多了 怎么讲 最早日币是 是一美元可以兑300日元 欧兰老美就是你这还得了吗 你天天外销 东西卖那么便宜到美国来 把美国都买走了 好莱坞也快买走了 然后这个帝国大赛也买走了 所以呢就逼日本 日币升至 升到80啊 最多的时候 一美元只能换80日元 从300到80 差不多4倍啊 日币升到 那是把日本搞得也很惨 所以地址高低 这是相对的了 美国的CDC说 某些年龄层打莫德纳 构成心脏发炎的风险 可能高于BNT 这不需要你讲 我们都知道了 美国疾管中心CDC 用近期的数据说 比起辉瑞的BNT疫苗呢 莫德纳在某些年龄层 可能构成较高的心脏发炎的风险 当然CDC也说 美国整个疫苗安全精度系统 对于心肌炎 及心包棉的相关发现 并不一致 就有了这样 讲的那样 讲的地方 有了地方那样 心肌炎心包膜炎 与莫德纳辉瑞 这两种MRN疫苗 都有相关 这个路透社说呢 CDC分析 那美国FDA 就是食品及药品管理局 顾问今天要开会 不论是不是批准 6到17岁的孩童 跟青少年 施打莫德纳疫苗 所以关注来说 6到17岁的孩童 跟青少年 还不能打莫德纳疫苗 根据他们的数据 18到29岁的男性 打完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心脏发炎率 是每100万剂 97.3例 BNT是100万剂 81.7例 哇 100万 827 差不多嘛 莫德纳97 BNT81 X16 X16 不过呢 他们说 打完这种 MRNA疫苗 出现心肌炎的人 大多数都随着时间 而康复 不错 能康复就很好 根据CDC的统计呢 到2021年12月19号 统计到去年了 还不到 没有算今年 已经有 867万4378名 5到11岁的孩童 施打BNT加强剂 12例 心肌炎 然后呢 97万6882个 16到24岁 青年 有13例心肌炎 所以呢 的确 说是 轻壮者比较多 小孩子比较少 确诊者 得心肌炎的几率 远高于施打 新冠疫苗者 就是 确诊 新冠的人 比 他得到新冠肌炎的几率 高于打疫苗的 就是得了这个病 就是没有打疫苗 得这个病的 可能那个心肌炎的比例 还比较高 一次这样了 侯豆 哎呦 这是什么一天 这一病未平 一病又起 侯豆要不要列 公卫紧急事件 世卫组织 WHO下个礼拜要评估 世卫组织宣布 下个礼拜将召开 紧急会议 评估是不是把侯豆 列为国际关注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路透社说 这个谭德赛 秘书长向媒体表示 侯豆爆发不寻常 让人担心 所以在下礼拜四 要召开紧急委员会议 决定是不是要把列入 这个紧急公共的事件 那这是最高级别的警告 如果列入这个 就是世卫的最高级别的警告 目前适用于新冠病毒 还有小人妈屁的脊髓 非直言 过去伊波拉 也是这种紧急事件 那侯豆已经在全世界39个国家出现 有1600例 我是赵绍康 你回到赵绍康时间的现场 台股现在由绿转红 涨了 涨了 小涨13.68点 总是比较涨比跌好 赵绍斯基要西方支援他的武器 那赵绍斯基说呢 这个乌克兰需要现代反导武器 没有任何借口来拖延我们 主要因为北敦斯克的情势呢 持续受到国际关注 赵绍斯基最新夜间谈话说呢 保卫顿巴是非常重要 那重申 乌克兰需要现代化的反导武器 而且没有任何借口拖延 他说乌军在跟俄罗斯作战 遭受了痛苦的损失 那俄罗斯就摧毁了 往本类顿内斯克的各种桥梁 但是乌军还在尝试 从当地撤离平民 他也呼吁人民要坚强 要继续战斗 英国广播公司BBC呢 说一条人道主义的走廊 今天会开放 平民会被送到 卢干斯克分裂地区的斯瓦托夫镇 俄罗斯表示 会让北顿内斯克 被包围的一家化工厂的乌克兰军人 有机会投降 俄国国防部呼吁 在北顿内斯克的乌军放下武器 学学你们之前在马利波投降的同袍 呼吁基辅官商谨慎行事 给予武装分组适当指示 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 并且撤出阿佐特化工厂范围 之前在马利波那个钢铁厂 也是围了好久嘛 最后一千多个人把他投降 那现在又在这个化工厂 阿佐特化工厂 所以呢 他就说你赶快投降吧 再打下去 你只是增加你的死伤而已 这就是作战的麻烦 就是说你到底投降不投降 继续打不继续打 两军如果实力相当 在那边打持久战 这没话讲 因为会有损失 假如说的确 对方武器人员都是优势 我知道我打不下去 那我要拼到最后一兵组呢 还是就投降 真的很难决定 真的很难决定 那个可能要看状况 战场的状况 还有双方的这个兵力的分配的 你说我打到死 就是说人命也还是很可贵 对不对 每个兵也有他的家庭 有到父母 可能妻儿 等等就死了 那你说不打到死 那你就投降好像不对 一般都觉得是不应该轻易投降 对不对 你只要为国捐躯 所以该怎么样 像马力波也是死守 到最后没办法 只好投降 那你也可以继续打 打到最后就全部死光 大概是这样 对方也会死伤了 所以你到底要怎样 这真的是很 我也很难在这边解答 因为你不在现场 你不知道 但是的确都是很辛苦的 真的是很辛苦 很难的决定 好 台股现在还涨 涨高了 现在涨32点 不错 涨32点 不错 联合报头版头说 疫情两年半 已经破了300万例 其实主要是 主要是现在了 主要是今年 Omicron比较多了 破300万例 那中央指挥中心的 这个染疫也扩大了 这一把手 二把手 三把手 都染疫了 我也很好奇 到底他们是怎么染的 平常他们自己 有没有做好防护 他们等于可以 发挥了一定程度的 示范作用 这个官员会染疫高 之前我听 台北市政府 染疫也很高 市政府也比例非常高 一方面可能 他们跟民众接触的 这个比例比较频繁 另一方面 同事之间 搞不好你染我 我染你 就染了 那中国时报 头版头登了 叫做杨洁篪 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苏立文说呢 重申坚持一中政策 确保台海和平稳定 他们呢 在卢森堡 举行战略对话 而且一谈 谈了4.5个小时 谈很久 可能为拜登 跟习近平会面来铺路 那杨洁篪说 这个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将颠覆性的影响 白宫高层说 美国关切北京 对台湾的胁迫 跟咄咄逼人 反正啦 就说这种事情就是 都是立场 我现在越来越看清楚 国际间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就是立场 我们这个集团呢 都说我们好 都说对方坏 对方那个集团 都说他好 对方坏 好像就是这样 也没什么 双边讲的都各自一词 都有一定的道理 也不是都完全有理 你就像俄乌战争好了 对不对 俄罗斯当然打人不对了 但俄罗斯会讲啊 那你们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们北约 跟这个华沙公约对峙 对不对 你有那么十几个国家 我也那么多国家 彼此对峙 那现在苏联垮了嘛 那北约这些国家 都加入你的 这个华沙这些国家 加入北约了 那就适可而止 你一路进逼 一路进逼 搞了五六次 一直往我这边靠 最后剩下一个乌克兰 你还不放过 乌克兰如果再加我你们 我的旁边就是啦 那当年古巴危机的时候 说苏联要把飞弹 放到古巴 你美国说不行 对不对 因为离我太近 那现在你就可以 西方国家管他吗 不会理他的嘛 那俄罗斯讲有没有道理 也不是没有道理嘛 就各自一词我讲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回到赵浩康 现在他被故事 现在涨56点 9点 现在涨47点 好我们现在要跟 丁乃珍小姐来连线 来谈他们马上要 这个表演的 这一页谁来说相声 丁导演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听众观众大家好 是 那你们等于是重演了 31年以前的这一页 我们说相声 对不对 对对 那大家印象最深刻 一开始你们是想说 这个那一页 我们说相声 那现在呢 四年以后又演 这一页谁来说相声 那为什么重播这一页 而不是重播 那个那一页 这一页那一页怎么分这样 其实表演工作坊一成立的第一出戏 就是叫那一页 我们说相声 非常非常的轰动 那也因为有了那一页 我们说相声 才会有后来的这一页 然后才会有后来的暗恋桃花源 等等的这一些 那那这一次 当然选择演这一页谁来说相声 主要也是因为他题材的关系 那因为这个这一页谁来说相声 其实是在三十一年前 这个去碰触两岸关系的这个题目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还等于还在戒严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 其实回想起啊 三十几年前 我们在做的任何一出戏啊 都还需要送审的 然后我们等于是赖老师 跟李立群金士杰 他们一起在创作这个相声剧本的时候 其实开玩笑的讲 真的有点冒着生命危险 去把这样子一出戏给做出来 那么所以在现在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关系 其实非常的微妙 所以赖老师就觉得 好像做这一页谁来说相声 会很有意思 让大家可以看一看 在三十一年前啊 我们是怎么样去探讨两岸关系的 是那突然想起来 你说那以前要送审 谁来审你们啊 以前就其实就是那个叫文化局 还是什么的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它是什么单位 但是我印象很深 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做一些创作 每一次你都要把剧本 写好了之后 你叫所谓的送进去送审 送审完了之后 他回来 他就会给你一些意见 让你做一些什么修改 那但是那个时候呢 其实也很好玩 因为他到最后 其实变得有点像形式上面在做 所以后来我们都就是创作人嘛 就后来有的时候写一个剧本啊 就送进去了 因为你真正演出的时候 他不会来看的 所以你事实上啊 有的时候就会发生一种 你台上在演的戏 其实跟你送审的戏 是两回事 不一样 对 那但是大家好像也有点心知肚明 然后大家也不说什么 但是就变成形式上 你一定得送审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当然在谈两岸的关系的时候 赖老师就是 因为赖老师自己本身 是一直很关心社会的这些现象啊 然后两岸的关系啊这些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就发展了很多的段子 好几个段子 当年的段子大概有六个段子 那么六个段子 第一个段子里面在讲的就是 叫离航 就是其实来看这一页谁来说像是 基本上是可以看到 从1949年之后啊 它几乎像一个故事一样串联起来的 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 爱听象生啊都知道 过去早年的象生 其实你就是用纯听的就可以了 但是一直到赖老师 他从伯克莱回到台湾之后 他对象生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艺术 他发展了就是他自己本身很 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他不希望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重点意识从此不见了 所以他就想要把它融入戏剧的元素 所以所以我们表演工作坊做的象生 几乎可以说他有一个戏剧的一个结构在那里 所以就变成跟一般的说象生的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他的段子里面就比如说这一页谁来说象生 他会变成有一个故事的结构在里头 虽然他是说象生 所以他从1949年 就是有一群人他怎么来到了台湾 然后接着他等于是逃难来的 然后呢 这个这个戏最有意思是因为 他是在讲 我不知道赵先生记不记得 早年有这种什么华都西餐厅 就是有这种西餐厅 有表演餐厅秀是 对我不知道赵先生有没有去看过 没有看过 不过我知道有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从赖老师 我啊我姐姐 我们都刚好从Berkeley念完书回来到台湾 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 然后我们就周围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讲说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这个台北有这个餐厅秀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是要带我们去看 那我们大家就很兴奋 我们就说好啊好啊 我们去看一看 然后呢 就去看了这个餐厅秀 我们当时就吓到了 因为那个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 认得了李立群啊 顾宝明李国修这些人 他们都在那个表演啊 他们在那里表演 然后那个场面是非常非常的 让我们吓一跳 因为他等于是在餐厅里面有一个舞台 然后周围旁边全部在吃牛排 而且他吃牛排是那个 所以这个艺人啊在那个台上啊 他的表演啊要跟那个吃牛排这件事情 去互相争 就是好像 争夺注意力就是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坐在台下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吓一跳 因为那个场面太特别了 你就看到那个waiter啊 拿着那种 而且是铁板的牛排 你知道waiter穿梭在各个那个那个台子中间 然后送菜 然后接着在台上的那个表演者啊 他就要发挥他最大的本领 然后让你一面吃 一面还要能看着他表演 那所以就是我们有了那个经验 后来赖老师就开始发展向身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向身的这个地点 都设在一个叫华都西餐厅 所以从第一出向身剧 叫那一页我们说向身 地点就是在华都西餐厅 所以到我们的第二出这一页 谁来说向身 也是在所谓的华都西餐厅 所以他整个事情的发生 这个然后呢 再加上他里面的故事的情节 其实就是说在华都西餐厅里头 我们稍微休息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 是你的现场表演工作坊 在这个六月了 十七十八十九 那三天在国家戏剧院呢 他们要演啊 其实也算是重演 这一页谁来说向身啊 他的导演是赖生川 编剧赖生川 然后呢 他编剧另外呢 还有李立群主导的集体集星创作 那我们现在访问的丁乃珍小姐 她是副导演 所以我们就继续请教乃珍 来 请问啊 这个你刚讲说 以所有的这个舞台场景 都以华都西餐厅那样的场景 那所以你们 其实你们在 我看在三月十九二十五 在高雄卫武云演过了 然后五月十四十五 在台中的国家戏剧院演过了 那现在回台北 在六月十七十八十九 在国家戏剧院演 那在高雄台中 那两个地方反映怎么样 高雄的演出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说 台中好像是取消的 因为疫情是吧 对疫情的关系 所以六月份的这个演出 其实我们还本来一直 还蛮担心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 应该还好了 应该还好 应该可以继续演 因为我看很多地方 现在人都回来了 对 很多餐厅啊什么 我在哪里看 车子也都回来了 早上还塞车 以前都不塞的 现在也塞了 是 所以六月十七十八十九 那那个票还在OpenTix 对 还是在OpenTix在卖 就是两厅院 他们的那个 那个帮他们卖票的 那个OpenTix 对 好 那我们继续来 就是说 然后呢 就是他的故事里面 一直在讲的 就是说 在华渡西餐厅 有两个主持人 那么这两个主持人 在跟自己说笑笑 完了之后 就想要告诉观众说 今天我们请了两位 大陆来的相声大师 但是请了半天 只来了一个 那么 然后这一个呢 其实是个徒弟 他还不是那个大师 那么所以呢 他们就非常的 就是很尴尬了 就变成就是 其中一个叫 言归的 台湾的这个 这个主持人 就叫言归的 他就跟这个 这个徒弟叫白潭的 就说 那既然这样子呢 那大师还没到 我们两个就先 说一说好了 所以呢 他们就说着说着 就开始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从这个1949年 开始在讲 从这个讲到 从大陆来逃难到台湾 然后接着慢慢带进了 眷村的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他们 一个是台湾的 一个是大陆的 那么他们就等于 在这些题目上面 会各自在讲说 台湾是这个状况 然后大陆是那个状况 他就有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所以他的那个 他有 他一共有五个段子 讲到眷村 还有讲到语言的艺术 然后其中还提到笑神 就好像这个言归就讲到说 你这个白潭就讲说 我带了一座笑神 来给你们 那笑神是什么呢 笑神就是让大家笑嘛 然后他是最不被尊重的 一个神 其实也很好笑 就是说这个笑神 永远他 你知道就是有尾牙的时候 所以其他的神都 都就是 是坐在上位 他呢 他是那个坐在那个门口的 边边的 那但是呢 对我们这些说 相声的人来讲 我们是非常崇拜这个笑神 因为我们就是要带 欢笑给大家的 是 然后当然段子 是有一个叫 四郎探亲 这个段子是 我想听过这一页 当时这一页 谁来说 相声非常非常的红 那应该说是最最最让大家印象深刻 就是四郎探亲 那四郎探亲的这一个段子 是李立群他的父亲 当年就是在我们两岸 还没有完全开放探亲之前 他就先跑去了 然后这整个在讲他的父亲的探亲的一个过程 就是会让你真的是又很感动又很好笑 然后这一段完了之后 段子五叫大同之家 那大同之家这个段子 其实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一个段子 是因为在三十一年前 他们已经在讨论到说 这两岸到底应该怎么走下去 这三十一年前 他们就在讲这个东西了 然后当然他就有一些非常荒谬的一些东西就跑出来了 那去年到今年我们在做这个段子的时候 赖老师也做了一些调整 根据现况 所以这一个大同之家到最后就是说 到底应该谁坐下来谈关于两岸这件事情 所以他真的是有一点点是一个 是一个发想 一个疯狂的奇想 但是我想现在我们面对整个全世界这个局势 我们似乎也只能很小人物疯狂的去奇想一些 有什么可能性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是有这样子五个段子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可能性 你现在觉得怎样 当时就是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到最后吸手 吸手去创造一个未来 那现在当然因为过去 你只要面对国民党跟共产党怎么谈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在今年在现在这个这个段子里面 我们加入了还还现在不是只由得 国民党公共产党你还有民进党啊 所以大同世界大同之家的这个段子呢 就有一些很微妙 很微妙的东西在产生 我觉得大家来看就知道 因为但是也很疯狂啊 是疯狂的一个一个 也在调侃 也在调侃就是说 事实上政治到底 到底他产生了一些什么 什么作用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修正调整就是了 有的在在这个段子 我觉得在大同之家是做了一些调整 其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一些 基本上我们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以为会会不会真的听起来 整个东西非常的好像属于三十几年前 就不会 结果不会 完全不会 坐在台下都自己都会有一点点鸡皮疙瘩起来 就是说怎么会过了三十多年 还是这个样子 似乎很多问题还在原地踏步 是 好 那么三天吧 我们休息一下来继续请教丁乃珍这个导演 我是赵浩康 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股现在涨32点9点 我们现在要来跟表演工作坊的丁乃珍导演来连线 他们在6月17这个礼拜五 6月18这个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半 还有6月19礼拜天的下午两点半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要表演这一夜 谁来说相声 当时这个巨是轰动 这个新加坡纽约洛杉矶就去在香港 每个地方都造成轰动 那我也看到这个一些背景是说 赖老师当时在台湾 当时台湾大家都听的都是那个魏龙豪 吴兆南陈一安他们的相声 没有这个好像就主要他们听那个黑教唱片 未听啊 我听了以后我还表演了 我也上台表演了 在台大那个时候他们举办那个活动 我上去表演 哇那下面我看那个教授院笑的 可是我们就是讲讲而已嘛 赖森是要把他按照就是写了自己的段子 写了自己的表演 那应该是有趣了 相声这很好听 表演的好 但是相声很不好写 所以听来听去都是以前的段子 新的其实不多 现在不多 那好像也没那么好笑 就是说要真的要有那个笑点 以人发笑 哈哈大笑或会心为笑 其实都是不简单的 对 其实一直写 我觉得写剧本来讲 其实最难的是喜剧 可能很多人觉得 哎呀你知道搞笑吗 但是他不是搞笑 他不是搞笑 他是如果是幽默这些 而且就是 其实他是难的 那所以 悲剧比较容易 对你说你编剧有的时候 你在讲非常伤心悲伤的事情 那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反而是容易上手的 但是喜剧其实一直是非常难做的 那像是在相声剧这个里头 像我刚刚最一开始有讲到 关于华都西餐厅 那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相声剧 跟一般不一样 是因为一般来讲 你说相声 大概一桌二椅上去 灯亮 你就可以讲了 那我们一般在表演工作坊 赖老师的相声剧里面 其实他都还是有场景的 那像是这个 我们的这一页 谁来说相声 重新设计了是 像在一个西餐厅 那我刚刚有在讲说 我们早年西餐厅秀 你真的进去 就是大家吃牛排这件事情 然后表演者在台上 就等于跟牛排在争夺注意力 那我们原先最早的这个设计 就是在舞台上面 搭了另外一个小舞台 然后接着旁边还有桌椅 让观众 我们会每个晚上 有好几桌 观众坐在那个台上 然后我们想要重复 让台下的观众看到 当年华都西餐厅是什么 就是真的有牛排上来 然后接着你一面吃 你一面看着 这个演员在说相声 那当时都做了这个设计了 结果后来也是因为疫情起来 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 就变成说 还是有观众坐在舞台上 差不多有六桌 六桌坐在台上 但是就变成不要吃牛排了 就是大家喝个茶 吃点点心这样子 但是原来的设计 是真的是坐在台上吃牛排 那这一次回到台北 我现在还要问制作 我们在台上到底还喝不喝茶 这件事 所以他这个等于赖老师 还是希望让大家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是完全不知道西餐厅 看秀这个文化 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 让年轻一代的观众知道 曾经这个文化 这个娱乐的文化 是非常非常的红 包括我刚刚提到 像李立群 顾宝明 他们这些都是在这样的场合 练出一身功夫来的 你知道 所以像现在有一些年轻演员 会问我说 当时像李立群 他们这些演员是 好像现在没有了 已经没有这样的演员 我在想说 当年他们的那种身经百战 那种经验 尤其是跟牛排 抢注意力的这种经验 我觉得练出来的那个功夫 是真的是 到现在你很难找得到 诸葛亮也是这样练出来的 都是这样子 他们都是在秀场里面 张帝啊什么 今天都这样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那个跟观众 对他们的那个连接性 变得非常的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当年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 所以我们这一次观众进来 会看到我们的舞台上面的 那个橙色是不太一样的 他就不是不是一般像生的说 一桌二宜 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这是主要演员是谁的 这一次的演员是 樊光耀朱德刚 还还有一位 李承祥 对对对 是他们三个人演出 那他们也非常的精彩 因为因为我们知道 赖老师的相生是特别难说的 所以演员们他们在排练的时候 其实一直排到后期的时候 还请了李立群来看 然后李立群进到排练场看的时候 其实对那个演员来讲 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知道 做了一位相生大师在他们面前 但是后来立群非常非常赞赏他们 因为在立群的那个角色里头 其实他非常多的口音 不同的口音在说这些相生 然后金士杰后来也来看了 也是都是让给现在的演员压力很大 金士杰应该也会说的 金士杰也是也会说的 然后金士杰演的那个角色叫白潭 就是从大陆过来的 那这一次是由樊光耀 樊光耀演这一个从大陆过来 然后樊光耀很有意思 他说他从小 其实从小樊光耀就看很多的书 尤其是关于这些大陆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他自己曾经跟我说 他跟我跟樊老师说 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是非常非常去读 那个共产主义的东西 然后所以他去诠释 这个白潭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入戏 因为他了解他们 知道为什么这样讲讲这样的话 而且他是这么年轻 他才四十多岁 他从十几二十岁 他就开始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是是是 你很少见到年轻的演员 会说是对那边的文化 有这么大的好奇心 是 跟柯文哲很像 柯文哲不说他也看很多书吗 很多人是很好奇很有兴趣 为什么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在大陆 他在用什么招 到底怎么样的 很多人是很有兴趣的 其实 对 那好 所以就是三天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五六晚上跟礼拜天 下午两点半 我希望都不会再取消 应该不会了 我们现在太多演出都取消了 其实剧场是真的是 很辛苦 大家都心惊胆战 我最近看你这样表演 观众都很踊跃 因为观众也没什么 其他的活动可以去 又出不了国 那就看表演很好 不是吗 其实看表演 基本上你没有吃东西 你没有在喝东西 你戴着口罩 然后大家不要在那边 随便乱交谈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 好像应该是安全的 希望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紧张 要不然的话 我也希望赶快经济可以围过来 因为伤害很大 对剧团影响很大 很大 表演就少很多了 少太多 而且很多都是在取消 那你说对剧团 对演员来讲 其实真的是非常 就是觉得 哇 日子好难过 但是都得咬着牙 因为就希望过了今年 真的希望明年会好转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对于现场演出的 这种形式 我觉得真的很多 大概撑不下去了 是 好 我相信这个不会被取消的 一定会很空洞的 谢谢丁乃珍小姐 来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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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各位听众 6月17晚上7点半 6月18晚上7点半 都是这个礼拜五 礼拜六的马上就到了 还有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 去买票 去进场观赏 这个视频 about the 全部看起来来 避免 那边